其實這東西跟去年應該是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這件事情你會覺得不意外嗎 我意外的是還有其他人沒有被抓到 你是指其他事情有沒有 當然啦 對 當然是其他原因 賀軍翔酒店事件案外案 隔四期驚爆還有人沒被抓到 這件事情我真的完全都不知道 那我也不知道說他被搜索的原因是什麼 那一直到剛剛到處我說 他被搜索的原因是妨礙性附註 其實這東西跟去年應該是沒有什麼關係 你們應該去問他的好朋友才對 對 他的好朋友應該就會比較了解這些東西 我能跟大家講的事情其實 只是跟我去年所說的事情沒有任何關係 只是跟我去年所說的論這個事情是沒有任何關係 對 但這個案子是不單純的 就我所知是不單純 不單純的話是有資訊的 但是是沒有證據 而且就加上說 我去年11月的時候發生一個案子 法官說在酒店裡面聽到的話 不算是查證 對不對 那你們覺得我能講錯什麼嗎 這件事情呢 你們用腦袋瓜去想就知道 如果檢察官今天要去搜索他的話 必須要有一個很相當實質的證據 才會跟法官搜索票 那過去其實大家都知道說 在那移民中間裡面是不太可能會有任何的設想 霧營 那我也沒有收到任何的証犯 所以這件事情真的跟我沒有任何關係 你用這件事情會覺得不意外嗎 我意外的是還有其他人沒有被抓到 不是指其他地方有沒有 要這樣當然啦 對 那是其他一個 我再跟大家講一次 就是這個東西 跟去年是沒有任何的關係 這絕對的 所以大家就不要再來誤了 這個 就是 是不是去年這個東西 現在是絕對不安全 就此案 我就說此案 跟去年的東西沒有任何關係 我再說一次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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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